Hello大家好 欢迎回到Web3Lab 近日马斯克宣布成立XAI人工智能公司 目标是理解宇宙的真实本质 团队由位于就金山的非盈利组织人工智能安全中心 CAIS的现任执行主任丹亨德里克斯 Dan Hendricks担任顾问 XAI是一家独立于XCorp的公司 但将与X公司、Twitter、特斯拉和其他公司密切合作和联动 据悉XAI团队成员曾在DeepMind、OpenAI 谷歌研究院、微软研究院、特斯拉和多伦多大学工作过 共同贡献了该领域最广泛使用的一些方法 团队12人中华人研究员共有4位 分别为UY Wu、Greg Young、Gordon Vaughn和Zihan Dai 其中UY Wu博士毕业于多伦多大学 后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后 Greg Young本科毕业于哈佛大学 后就职于微软研究院 Gordon Vaughn本科毕业于浙江大学 后在多伦多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 Zihan Dai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 后博士毕业于卡奈基梅隆大学就职于谷歌研究院 除了这4位年轻的华人研究员之外 XAI的团队成员还包括 Igor Babushkin和Manuel Kreuz 两位都是Deep Mind AI部门的资深研究员 Igor Babushkin前也曾在Open AI工作过 是CheckGPT项目团队的成员 两人今年3月就传出 已经被马斯克挖去了Twitter Christian Segedi来自于谷歌 Toby Pollan来自于Deep Mind Jimmy Bay是多伦多大学的明星青年副教授 Ross Nerdin来自于特斯拉 Kyle Kozik来自于Open AI 鉴于XAI的团队成员 曾参与过AlphaCode GPT3.5和GPT4等项目 马斯克对公司的定位 似乎是瞄准Open AI 谷歌 Enthropic等展开竞争 马斯克表示 我曾多次公开场合称 人工智能是一项危险的技术 还带头发表 AI可能给人类带来灭绝风险 暂停AI研究公开信 怒怼Open AI 甚至还曾威胁要起诉微软 但那只是我的商业战略 故意拖延对手的时间 其实我在3月9日就注册成立了XAI公司 好尽快完成XAI的研发进度 为此我花费了几千万美元 购买了大约1万个处理大型 AI模型数据的GPU 我将启动一个TruthGPT的东西 或者是一个最大限度的 寻求真理的人工智能 它试图理解宇宙的本质 我认为 这可能是通往安全的最佳途径 从某种意义上说 一个关心理解宇宙的人工智能 不太可能灭绝人类 因为我们是宇宙中有趣的一部分 我特别钟爱的42这个数字 XAI发布的日期加总正好等于42 因为42在道格拉斯 亚当斯的科幻小说 银河系漫游指南中 只带生命宇宙 以及任何事情的终极答案 在XAI成立之后 我担任董事 负责营运我家族办公室的 Jarrett Berkow 被列为公司秘书 我管理的公司数量达到了6家 其他5家分别是 特斯拉 SpaceX 以及社交媒体平台推特 X公司 脑机接口公司 Neural Inc 和地下隧道公司 The Boring Company 对于最近正在Freds上 我希望他这次不要再抄袭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关注留言我们